天父啊,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靠着你的儿子今天如此得到美好的福分,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天父啊,我们是拥有上帝的喜乐的人,天父,求你,让我们把这个喜乐,这幸福传给更多的灵魂,让世上万民因我们得福, 为此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求你赐用我们,愿你一下时间以圣灵感动我的心灵,以圣灵感动我们大家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灵里面合而为一,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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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上帝的幸福,喜乐,充满大家的心灵,阿们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欢迎牧道友,大家的心要成为欢迎牧道友的心 但是呢,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呢,牧道友来了,虽然他们已经生了二十几年,虽然不是牧道友,但是呢,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比较生疏嘛,所以呢,我们要主动的让他们到自己盘家来,一起做 我到陌生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没有礼貌,但是呢,到了陌生的地方的话,连招呼都不敢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还会说,他没有礼貌 其实我不是没有礼貌,不好意思给别人打招呼 大家是不是这样 是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福分,所以呢,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在别人身上 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在这儿 并不是说我们要得到更多的福分,已经得得够了 只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得的福分合同的大 并不是说越过信仰社会越大,而是已经太大了 只是你看不到,你不承认 所以我们越认识耶稣,越知道,啊,我原来得到这么多的福分 嗯,所以呢,希望大家既然得到这么大的福分 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别人 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太饿了,吃饭的时候呢,顾不了别人 是吧,所以也吃,吃完了之后,就想起来 吃完了之后,才可以看得到,这里的装饰这么漂亮 是吧,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想让给别人的话 你吃之前让给别人,吃完了,不能收下的给别人 丢不到份儿,所以我们的这个,嗯,已经吃多了嘛 福分,上帝的福分,我们已经吃多了 所以呢,现在心里有充分的余力,是吧 可以再提亮别人,我们是城市的人 是不是 我们是长大成人 让我们一起阅读马克福音第一章 从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今天的话语题目为 今天的话语题目为 《零》 《零》 《马克福音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让我们一起阅读第一章 从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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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两千年前 大概两千年前,发生在什么地方? 加拜隆 加拜隆在现在哪个国家里? 中亚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 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的北边有加拜隆村子 加拜隆是非常出名的地方 是因为耶稣开始做工的时候 就从这里开始 耶稣拣选门徒 拣选彼得也是在这里拣选 彼得的家就在这里 还有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 开始作为上帝的儿子做工 他第一场讲道 第一场讲道就在加拜隆会堂里 所以在加拜隆会堂的 现在发生的事情呢 很有意义 在那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耶稣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惯 规惧 在那里讲道 那时候有没有基督徒啊? 还没有 那当时他们的信仰 如果现在我们叫他们的信仰的话 应该怎么叫啊? 这个信仰还在 犹太教 犹太人的吗? 要不让他们的呼吁 犹太人 犹太教 现在还在 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 耶稣当时也是被称为犹太教徒 是吧? 那犹太教徒他们相信谁啊? 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 但是那他们叫上帝吗? 耶和华神 是耶和华神 他们相信神 虽然我们中国圣经 把它翻译成上帝 但是他们的圣经里面没有上帝这个词 他们就说神 西伯来的话叫做以罗心 以罗心 就是相当于中文的神 所以他们相信神 所以我们暂时不使用这个上帝 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位是上帝 中国人才叫上帝 韩国人也不叫上帝 韩国人叫什么呢? 哈拿尼 哈拿尼 哈拿尼这个词汇呢 是中国翻译成韩文的 哈拿尼是什么呢? 然后呢? 原来中国 中国从天主教传回给他们 所以他们开始把上帝叫做天主 那这个天翻译成韩文的话是什么呢? 哈拿尼 然后呢? 那主呢 他们把它叫做 翻一张 Nim 就是尊敬 这表示尊敬 哈尼林 那哈尼林就是天嘛 后来把这个删除了哈尼林 那这哈拿尼呢 后来呢我们基督徒 天主教徒现在叫哈拿尼 我们韩国这个基督教徒 不高兴 因为他们哈拿尼哈拿尼 就是神的意思嘛 要正确地说 只有一位嘛 就要说哈拿尼 哈拿就是韩国语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的意思 哈拿尼 只有一位的神 这哈拿尼呢 相当于中文的上帝 但是呢不管是哈拿尼还是 上帝都是 我们基督徒制造的词汇 在这世界上除了基督徒以外 这个是不使用的 当然这个上帝 这个词汇是从世上接过来的 所以呢 原文里面原来 就是叫做神 不管是上帝叫做神 所以呢 中文圣经里面 有的中文圣经 把上帝叫做神 是吧 道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还有呢 创世的第一章 第一节说 起初神 起初神 创造天地 那这里的神 就是上帝吗 是吧 那为了 因为我们 总是说神 神 然后呢 传飞的时候 你信什么 那在中国的老妇女们 在乡下老妇女们 你信什么 那他们会回答 我信神 哇 我以为你也是基督徒 他后来发现 不是基督徒 你不是说你信神吗 是啊 你信什么神 我信厨房神呢 我在四川真的遇见过这样的老太太 我信厨房神 哇 那你家还有什么神 井也有井神 还有那个猪圈里面 也有神 他们拜的神 在家里很多很多 所以他说 我信神 那他们信神和 我信神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信的神 是怎样的神呢 独一的神 独一的神 那意思是 世上只有一位神吗 被称为神的存在 只有一个吗 不是吧 世上有 很多神 独一的神 独一的神 存在不存在 不知道这个独一的神 原来被称为什么 反正他所侍奉的独一的神呢 真的 后面 有一些神 一些灵 主灵的存在 世上有很多神 那圣经里面 为什么基督徒 还有犹太教徒 说 除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呢 就是因为 世上有很多神 如果我跟一个女人结婚的话 啊 对了 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 结婚的时候呢 我跟我的妻子说什么呢 除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 男人 是吧 我为什么说这话呢 世上有很多 男人 但是从此以后 你的丈夫只有我 你的男人只有我一个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世上没有任何神 所谓的神 而是凡人 很多很多 太多了 问题是什么呢 你要选择哪一位神 我们 你知道我 你所侍奉的神 是怎样的一位吗 是不是知道 了解了吗 每一个人对他的印象都不一样 是吧 那对你来说 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 让我复活的神 让我复活的神 阿里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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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一次来的人 要好好的 听他们说的话 他们说 我的神就是 总有一天 要让我复活的神 复活是什么呢 死了 死了以后 还会活 还会活 死了就完事了吗 不 我们以前以为死了就够 已经结束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没想到 死了以后 还有 还活着 虽然肉体 看不见 但是呢 我这个存在 仍然活着 到了时候 还要复活 拥有新的身体 谁让我复活 鬼 经 这个厨房神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们所侍奉的周围神呢 有能力 让我从死里复活 阿里迪亚 你的神也是一样吧 叫你复活 叫我复活 那周围神 对你来说 是什么样的一位 这个不是他说的 一样 都一个神 是 一样的神 那用其他的语言 描写一下吧 那接上我们一个人 都是那么丰富 就是独一的 只万有 只说一个就够了 只独一的神 独一的神 独一的神 独一外的神 那为什么说独一的呢 世上有那么多的神 为什么还说独一的呢 意思是与众不同 是吧 像他一样的神 只有他 没有像他这样的神 再也没有 在哪个方面 以后想一想 正弟兄 你的神是哪一位神 我们的上帝是全能 全善 全自 全能 全善 全自的神 哪一位神 是这么优秀啊 全能的 全能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都能做到 这话的意思是 有些神呢 做不到 愿意做 却做不到 知道 我很想 杀他 有的神 说 我很想杀他 但是他劝 做不成 我赶贵的时候 常常戏弄鬼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已经来十年了 那我接着说什么呢 这个笨蛋 你来这里十年了 还没杀死他 还没杀死他 这么无能的鬼 是吧 你成功了吗 问的时候呢 又说 失败了 能杀他吗 杀不了 为什么 他一靠神 不是这样说吗 他们心里想做什么 成功不了 而 与此相反 我们的神 是怎样的呢 全能的 什么都能做 只要愿意做的话 就可以做 如果神说 我要赐福给你 在四千年前 他指着一个人 亚伯拉罕 说 我要赐福给你 我要使你成为大我 我要让你的子孙 后代向天上的心情那么多 这位神指着 对于这个亚伯拉罕说的这话 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的时候 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的时候 而且他的年纪多大年纪啊 他从七十五岁的时候开始想 后来呢 他到了九十岁 还给他讲 到了九十九岁 还讲 那那个时候呢 他还没有儿子 而他的气质呢 已经快八十了 所以呢 他的月经已经没有了 但是那上帝还说 我要给你儿子 我要让你的子孙后代 提起反多 这个在世上 这个是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这位神 能使这个变成可能 我们的上帝是 圣经上说什么呢 使无 无变为有的神 什么都没有 但是那好像 有一样 他使用它 连把没有的也使用 你能使用没有的呢 但我们这位神呢 连没有的也可以使用 这是全能的 我们的神所做的 还有全善 全善 只善的 你认为为什么 他是善的呢 他对我这么好吗 世上的人都该死 只有耶稣就该死 世上的人都该死 都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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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耶稣不该死 就是 但事实完全相反 就是耶稣死了 就是耶稣死了 我们该死的没死 我们能盡天我 是吧 但是那不该死的就死了 该死的不死了 该下地狱的不下地狱的 不应该下地狱的 就是 就等于下地狱 就受了惩罚 十字架伤 他的肉体并不是 必须有害的身体吧 他的身体是 永恒的身体 所以他背负十字架 他受的刑罚是 付出了永恒的诅咒 付出了永恒的惩罚 这个代价 所以不该死的 死的 不应该死的死 还有 该死的 不死的 不死的 我说一个笑话 去谅解 一个参加宴席 然后呢 一个人走了 哎呀 不该死的走了 不该走的走了 那流上来的人当中呢 在场的人当中 一个人说 你说不该走的走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是该走的 走了 还有钱一句 该来的没来 应该走的没走 啊 是 所以呢 要想做好 要受试探的准备的话 不管说什么都能受试探 所以呢 请大家不要受试探 往好的方向想 我们 因为我们是已经得到 无关的人 永远与我同在的神 那世上的神呢 不能与你永远同在吗 有的神呢 暂时与我同在 就是进到我里面 就是进到我里面 无悔进到我的身体里面 暂时离我同在 但是呢 我们会把他 他赶走的 而且 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了 他也无法跟我在一起 是吧 而且 那把世上的神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很傻 就是想要破坏我们的身体 连自己都没有地方住了 但是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就是因为 这是他们的属性 嗯 他们不会不做 嗯 他们是真实跟我们的肉体在一起 但是 我们的神 就是 我们的这位上帝呢 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那 这位神不是至善的吗 我们呢 原来我们是怎样的 是恶的 那么至善的和至恶的怎么在一起啊 这位神不是干净的吗 那你呢 原来你是怎样的 肮脏的 那 干净的和肮脏的怎么在一起啊 那 有 有方法 就是 让上帝变成肮脏的就好了 这可能吗 不可能 那 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让我们成为干净的就好的 那怎么变得干净呢 嗯 这个我们如果做好事的话 会不会变成干净的呀 不可能 啊 谁呀 住在住人为了 这是中国的谁呀 雷光 是吧 哦 那 他 灵魂 是不是干净的 不知道他信不信耶稣 如果没信的话 那他再怎么做好事 他的灵呢 还是 肮脏的 他的良心呢 也许很干净 他的伟人 很优秀 但是 灵呢 还是 肮脏的 嗯 我们的神 这至上的神 能不能住在一起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应该让他灵魂变得干净 有什么方法呢 他自己没有办法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上帝有办法 上帝付出了我们自己的代价 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来到这世上 做的就是这个 就是他为什么 背负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流血 受死呢 不是一般的死 而是流血死 就是为了什么呢 付出你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已经干净了 所以 我们能够 接受上帝圣家的灵 这至上的神 能够与我们在一起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已经经历了 大部分的人都经历了 这位神 与我在一起 直到永远 这就是 以满内力 成就在了我们身上 感谢主 把以满内力 成就在我身上 与有同在 所以呢 综合起来的话 这位至善的 还有呢 全知的 全能的 这位神 与我在一起 还有 刚才谁 独一的 这位神 与我在一起 Hallelujah 就是 世上有那么多的神 才知道我们的神 就是只有一位 还有一阵间确的 就说的话 这位神 就是 我们的主耶稣 所介绍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 说 我所做的事 不是我做的 而是我 里面的 父 做他的事 他把 这位神 叫做父 那 这话的意思是 这位耶稣是 这位神的谁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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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父 儿子 这位神是父 而耶稣是 这位神的 儿子 而且 这位神 在耶稣基督里面 做工 所以耶稣所做的 一切的事情 表明 这位父神 是 怎样的 以为 这位父神 所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 让自己的儿子 怎么了 受死 受主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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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啊 这位父神 怎么让自己的儿子 受主咒啊 就是 为了我们 不是为了耶稣 而是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付出了我们自己的代价 我们的耶稣 也没法理解 我们的天父 怎么会这样 知道 我们的天父 是至善的一位 但为什么 让自己的儿子 如此受死呢 是因为 我们的天父 爱人类 怎么爱到这种程度呢 连 儿子都没法理解 所以呢 当主耶稣 背负十字架的时候呢 他 求过上帝 他把自己 受苦 叫做 喝杯 主啊 我一定要喝这个杯吗 如果不喝 不喝也可以的话 求你把这个杯撤去吧 他这样的祷告 也许这是耶稣 祷告的事情当中 唯一 不想做上帝 让他做的事情的祷告 不做可以吗 但是呢 我们的天父 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的话 一般来说 耶稣呢 遵命 但是呢 他还问 第三次 又问 结果呢 没有任何的回答 所以呢 他知道 这真的是天父的意思 然后呢 在十字架上 他最后 死之前 他说什么呢 一利 一利 拉马撒拉哥达尼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神啊 神啊 为什么离弃我 没法理解 那这没法理解的 真正的 我们的上帝 如此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其他方面 没法找到原因 到底人是谁啊 我们的天父 如此的 为了他们牺牲 没法理解 到底有什么原因啊 他们有什么好处啊 他们有什么优秀之处啊 没法找到 最后耶稣的这一句话 意味着什么呢 原因无法在人间找到 唯独能在天父那里找到 所以这话的意思是 一利 一利 拉马撒拉哥达尼的 意思就是 神啊 你是谁 你是怎样的一位 你就是爱 你就是爱 用其他方法 没法说明 只有这一个原因 我们的神就是爱 我们的这位神呢 充满爱的神 并不是说 用嘴里的话去爱 而是 用自己的一切 付出代价来表明的爱 我们很惭愧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爱 是吧 我们不想牺牲 我自己不想牺牲 也许我们会为了自己的孩子 是吧 为了自己的家人 会牺牲 但是为了别人呢 想不想 不想牺牲 是吧 这是心里话 不想牺牲 但是 我们的主耶稣 遵照天父的旨意 如主牺牲了 我们的天父 对他来说 这也是牺牲 事实上 最爱的不就是自己的儿子吗 天父 让自己的儿子 受苦 受死 牺牲了自己 因此 我们活了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 那么想一想 我们的上帝 为什么 让我们得到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 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愿意得到的那个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刚来教会 还不认识上帝的人来到教会 想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以前在心急动 因为我不是在教区做工 但是呢 因为一段时间呢 请我在早晨礼拜当中祷告会 结束以后 我为了他们祷告 一两个星期 一直这样做 我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结束以后坐在那祷告的时候呢 一个一个来 让我给他们祷告 他们就是来我们教会好长时间的 也不是初心者 那这两个星期的时间里 让我为他们祷告的内容 大概有三种 我忘了 大概有三种 一 就是 为了自己的身体 第二 是为了 让我的孩子 好好地学习 考上大学 第三 是 考上大学以后呢 考上工作 找工作 就是这三个 哇 好奇妙 因为 天天都是一样的祷告 不同的人 我发现 原来我们信徒的 最要的就是这个 第一是什么 身体健康 这是你也要的 是吧 身体健康 这在哪里不舒服啊 有不舒服的地方吧 总是好像总是有不舒服的地方 还有呢 孩子问题 孩子好好的学习 考上大学 第三 还是孩子 孩子 找工作 还有呢 工作和结婚 工作结婚 还没结婚的人 要悔改 父母心疼 除了 为了主耶稣 故意 不结婚的人以外 这是 这么值得 事实上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这个 但是呢 比这个还重要的 就是上帝的事 除此以外 孩子结婚 所以这三样 就是人们的 心里面的最大的东西 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我们的上帝 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 就是为了 让我们得到这些吗 但是人们来到上帝前 寻找的不就是这些吗 嗯 那我们的上帝 把自己的儿子 派到这里来 耶稣受死的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灵的问题 灵 他愿意让我们的灵魂 得救 换句话说 他愿意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 不是拯救我们的肉体 而是拯救我们的 永恒的存在 永恒的我 我 永恒的我 现在肉体是有限的我 但灵魂是 永恒的我 永恒的我 耶稣基督在加白龙 讲道的时候 反应的是谁呀 属灵的存在 灵 鬼 做出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所释放的 话率是 怎样的 属灵的话 耶稣的话率是灵 所以耶稣说过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叫人活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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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叫人活的灵 所以我们是灵 所以我们是灵 所以需要叫人活的灵 连误会也做出反应 听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 误会也做出反应 因为误会是属灵存在 灵性存在 而耶稣的话也是灵性存在 比如说我们画油画的时候 油画 那油画的 油画的饮料是用什么 让它溶解 油画 油 油 汽油 一些油 来溶化 溶解 那水才化呢 用水 用油可不可以溶解 不可以吧 油是用油溶解 水是用水溶解 同样 如果是想要触动对方的理性的话 我要讲什么话 就是知识就好了 想触动对方的知识的话 理性的话 我讲知识就好了 要想触动对方的感情的话 我就讲一些 感动 让人感动的话就好了 但是 要想触动对方的灵魂的话 我要讲什么呢 属灵的话 那什么是属灵的话 就是耶稣所说的话 就是属灵的话 听耶稣所说话的时候呢 做出反应的不是知识 不是理智 也不是感情 而是谁做出反应 灵做出反应的 所以呢 这个乌龟揭露出来 原来他默默的 但是呢 听耶稣所说的话 就说出来 耶稣啊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至高上的上者 这话对不对啊 对啊 他知道的非常清楚 他能不能得救啊 乌龟不能得救 但是他知道的非常清楚 嗯 而在场的那些其他的人 健康的 精神健康的人 有没有认出来 没认出耶稣来 因为他们的灵魂呢 没有受到触动 嗯 因为他们想要用什么 听 用知识来听 所以没听明白 没有 无法接受 同样 来教会听到的时候 想要用知识来听的话 能不能遇见耶稣啊 不能 要想用灵听 追求用灵听的时候呢 才可以领受耶稣所说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的灵魂就会做出反应 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要变化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理智再怎么变化 到了时候呢 还会改变 比如说你在这里听的时候呢 好像是接受了 你的理智接受了 但是呢 你又去寺庙听听的话 又好像是 是又改变了 还有如果你用感情听的话 在这里你会哭 嗯 等着你到电影面 看电影的时候呢 还会哭 嗯 以前我是在社会福利系工作 所以呢我在福利院工作 我专 我的负责的就是青少年 所以呢我常常把青少年 带到一些森林去 然后呢 去那个地方 郊区的话 晚上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烧火嘛 就是把火柴放在中间 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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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晚上气氛太好了 是吧 然后呢 天上有星星 空气也太好了 大家 小孩子们在一起 然后呢中间有火 这个感情它变得太 浪漫 在家的情况下 还播放音乐 然后呢 让每个人拿着蜡烛 嗯 那这样的话 气氛变得突然非常严肃 跟孩子们一起玩得非常愉快 到了时候呢 最后 让他们哭一场 哈哈哈哈 拿着这个蜡烛 嗯 给他们 想讲什么呢 我们当时一般 让他们想的就是 他的妈妈 孩子们的妈妈 你要想想你的父母 特别是妈妈 嗯 你多么不听话 妈妈多么爱你 然后呢 这个我 我口才不好 所以呢提前做好准备 几乎背起来 然后呢 让他们给他们 然后呢 有音乐 有蜡烛 然后呢 你多么不爱妈妈的话 妈妈多么爱你啊 那这样的话 会有什么反应呢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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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也许会跟妈妈说 妈妈我从今天开始好好听话 但是结果会怎样 没过三天就恢复原状 一样都没用 所以明年再举办这样的活动的话 又一模一样 那我们来教会听到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吗 我们听到的话消化好了 然后用这个营养能维持到下个星期就够了吗 我们所领受的话语不是这样的 消化然后没有了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叫化语不是零 零是怎样的 永远的 那会消失无影无踪吗 不会的 这个今天领受的话语 能不能 是不是要维持到下个星期主日 不是吧 要维持到什么时候 永远 所以呢 听十年之前听得到和 最近听得到哪一个是更好的 那我们在网上提供一些话语讲道资料 那是不是这个不想听过去的2001年的就想听2019年的 是不是啊 不是那样是吧 反而这个我们最起码中国语礼拜呢 从2002年开始讲道 那时候没有入好 我们想得到 后来2007年开始入 那个时候呢 从基础开始讲 然后呢 逐渐逐渐提高水平 嗯 直到最近 所以呢 当初的讲道反而是比较初步的基础的内容 哦 而最近的讲道呢 比较难 最近就开始 呃 讲这个目道友 欢迎目道友 但是在那之前呢 比较难 我们 圣乐教会的讲道也是一样的 啊 有的 有的人决定 我要从2006年的 2006年的 啊 讲道开始 学习 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 非常难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圣乐教会 可以说是 讲道水平当中 最高峰 就是2006年和7年 啊 2006年的主题就是 我的灵魂那 你要认识 人子 第二点的就是 我的灵魂那 你要知道 认识上帝的 义 嗯 认识人子 认识上帝的义 这是 难度挺高的 嗯 初心就没法理解 嗯 所以呢 中国的一些教会 播放那个 那一年的就是 哦 会非常 吃力的 所以呢 最后 我们能介绍的 愿意介绍的 就是早期的嘛 但是早期的 又没有资料 所以呢 能介绍的早期的 有2004年的 主题是什么呢 2004年的 礼拜 礼拜 礼拜吧 礼拜吧 礼拜 2004年就是 我的灵魂那 你要礼拜成功 哦 然后 2005年就是 我的灵魂那 你要 祷告 祷告 这个水平 还可以 嗯 这是从 可以说 从基础可以学习 所以呢 04年 04年 05年的 值得推荐 06年的开始 非常难 然后呢 08年呢 嗯 虽然 金子牧师说 降低一点 但是还是难 09年呢 也比较难 嗯 所以呢 我们 这个 打算 我们早晚 把过去的 讲道 翻译成中文 就是 88年的开始 是吧 88年 所以呢 我们现在做准备 呃 从此以后呢 要准备 把88年 89年的 要翻译成中文 用录音 提供给大家 呃 让 适合 国内的教会使用 嗯 所以我们的话语呢 不是说 笑话 就没有了的话语 而是 永远常存的话语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接受的 呃 话语也是 灵 我们的 真正的我 也是 灵 灵和灵 接触 嗯 我们的 灵 其实在这么接受 灵 如果 不认为 不知道自己是 灵性存在的话 那就等于什么呢 把 宝贝 放进 有破坑的 痘子里面 没有用 嗯 所以呢 我们也要知道 我是 灵 永恒的存在 永恒的存在 并不是为了仅仅在这世上使用而接受上帝的话语 嗯 还有上帝的话语也是 是灵永恒的存在 永恒的存在 所以呢 就好像什么呢 这里有水嘛 这里有水 水在哪里了 水在我的肚子里 那么上帝的话语 我接受了 那上帝的话语在哪里 真的我在 在我里面 这个 是否跟这个一样 啊 奶奶 我虽然去世 但是呢 你还在我里面 跟这个一模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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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一样 奶奶去世呢 在我里面 这是观念 这是说说而已 但是呢 上帝的话语在我里面 这不是说说而已 这是真的 上帝的话语是 灵 灵就是永恒的存在 所以呢 希伯来书 四章十二节 说什么呢 神的话 是活泼的 有功效的 像带两人的剑一样 赤头赤入 骨髓 还有骨髓 骨髓 连 连心中的思念 还有灵 都能铺开 意思是 这不是解剖吗 解剖 动手术吗 用刀来动手术 所以呢 这个上帝的话语 就好像是一把刀一样 能动手术 不仅改变 能给理性动手术 知识动手术 也能给我的心动手术 还能给我的灵 动手术 那真的吗 嗯 真的 凭什么 有什么根据啊 连我的肉体 也能动手术 哎 上帝的话语 是看不见的 怎么能 给我的肉体 动手术啊 真的 只要接受的话 这话语能 动手术 而且这个证明 这话语真的能 给你的灵魂 动手术 改变你的灵 给你的灵 带来变化 那证明吧 神的话语 怎么能改变 我的肉体啊 改变我的知识 改变心情 改变灵 都是看不见的 那你来证明吧 改变我的肉体吧 看看吧 不可适合上帝 但是如果你真心 接受上帝的话语的话 这话语 真的能够改变 所以呢 我已经 见证好多次 我的中国的 学习中文的老师 他变成半身不遂了 来到我的宿舍 请进 你怎么了 我半身不睡了 早晨起来就是这样 已经三天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啊 哭 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所以呢 我说太好了 我说太好了 你怎么说太好了呢 因为这可以 彰显上帝的荣光嘛 然后呢 介绍的就是 神的话 是活泼的 怎么样 意思是 能动手术 只要你接受 这个话语就可以了 旁边的朋友 说什么呢 就是啊 只要你心的话 你会慢慢好起来的 真的吗 慢慢好起来 你这么像是个 真的会慢慢好起来 但是呢 我要的不是这个呀 立刻好起来 我说的是 立刻好起来的 圣经上 耶稣不是这样吗 立刻好起来 而不是慢慢好起来 当然 我的心中的声音 就是这样的 因为万一 如果得不到医治的话 谁丢脸 我丢脸 所以呢 我不想面对这样的称河 所以呢 想跟他说 嗯 你回去以后呢 好好过享受吧 好好祷告吧 好好敬拜 上帝了 上帝会帮助你的 多么的容易啊 多么的踏实啊 但是呢 我不敢这样做 因为耶稣没这么做嘛 所以呢 我跟他 反驳 马上跟他说什么呢 不 现在就可以好起来 只要你接受 这话语的话 这话语 现在会动手术 马上就好起来 他接受了 老师接受了 他老师应该说 什么呢 阿门 才对 是吧 但老师呢 不信者 从来没去教会 他怎么能说阿门呢 所以呢 他对他来说 能相当于阿门的 能说的是什么 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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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有点怀疑的感觉 能吗 他好像不相信 不相信 不接受 那他真的接受了 他说什么呢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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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是真的吗 半天目刺 天月威势 半天目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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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手 Johannes 扭好的皮筋 这样扭起来,放的话就会恢复原状了 不要,他就这样,我也很吃惊 坐在那儿,真的吗? 哇,多么痛快,他跳起来,三个人都一起跳起来 我们是为了哈利利亚跳起来 然后呢,我们一起站到荣耀哈利利亚 后来呢,坐下来之后呢,我的老师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你怎么没想就告诉我呀,对这个朋友 因为他也是基督徒 刚从中国,从美国回来 刚从美国回来,他不了解中国的基督教的情况 还去神学院 就说,我愿意当老师,我可以用英文教导圣经 后来呢,他听到的回复是什么呢? 他说,你的神和中国的神不一样 他呢,心里很火热,所以把这个朋友带到这里来 所以他也上了神学院 所以呢,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他说慢慢好起来 耶稣说什么呢? 照你的信心成立在你身上吧 但是呢,我的信心就是马上好起来 这信心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谁的? 上帝的,从圣经里来的 所以呢,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性格相信上帝 而是按照圣经的话语 照样相信上帝 这就是比利安人 所以呢,这样做 我们给上帝铺路就好了 上帝做功不做功 我也不知道吧 但呢,我依靠的是他的应许 嗯,他的应许是真实的 实实在在的 所以呢,这个需要一定的勇气 是吧 所以呢,不! 上帝现在马上就会医治你 这个需要勇气 当我这样的使用我的信息的时候呢 上帝做功了 当时我没有拿出勇气的话 没法经历这样的上帝的做功 所以,我们也要承认上帝的话语是 灵 这个非常重要 要想经历上帝的同在的话 要想经历上帝的帮助的话 就要承认上帝耶稣所说的话 就是灵 虽然通过圣经的记载传给我们 只要我们承认的话 那这话语就是灵 我的灵因此醒了 因此得到永恒的生命 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 让我们说三倍 一备 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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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永恒的存在 一备 我是永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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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到教会要的不应该是必修派的 那些暂时会有也会一下子没有 真正主耶稣要想给的就是永恒的 我的灵魂的你要追求永恒 预备 我的灵魂的你要追求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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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 哎呀耶稣啊老师啊你告诉我的哥哥吧 父母给我们遗传他全部拿走了 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什么呢 谁让我成为你们钻石的魂呢 嗯 这个我不关心 你要想得永恒的话就来到我这里 你想什么得到什么一些世上必修还东西的话 你想得到世上东西的话你去赚钱就好了 你去他们那打官司就好了 我不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我是为了给你们永生而来的 我给你们天上永恒的东西而来的 你愿意的话就拿走吧 不愿意的你想要的是短暂的 就去打官司就好了 主啊我愿意去找永恒的东西 我们一起如此大伙吧 主啊让我一辈子 让我最初的永恒吧 我会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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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会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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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有吗 把手放在自己的不舒服的地方 愿上帝自己做工 上帝的灵进到我们里面 马上就做工 不是慢慢好起来 马上做工 只要你做好准备的话 现在可以运行 愿上帝的话语运行在我们身上 我们一起祈求上帝主啊 愿你的话语进到我的身体里面 做工吧 让我们呼喊耶稣祷告 耶稣祷告 这니까 凌央 可 是不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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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送上驅逐 trumpet 備 we發言 喊 请大家站起来 让我们为了教会祷告 教会是福分的根源 圣经说 你为了福分的根源 祝福的话 我必亲自赐福给你 如果你咒诅福分的根源的话 我必咒诅你 所以当我们祝福教会 对教会祷告的时候 上帝会赐福给我们 我们要祝福教会 主啊 求你让我们教会复兴起来 让我们教会得以健康 让我们教会能突破 现在的危机 让我们能够成功的举办 众会 让我们呼喊 耶稣的祷告 耶稣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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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好 那玩笑 自己哐話 自己哐話 祈祷 我希望你能够活着 天父啊 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这树林的化学 因为我们领受了教人活的灵 所以我们成为了活人了 天父啊 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 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名 耶稣 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 主啊 求你 让我们充满着上帝的幸福 和喜乐 也让我们充满着感恩和献身 天父啊 求你 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 我们相信这话语 到的时候 按照你的应许 你的应许叫我们从这里复活 得到永恒的荣光 主啊 在这世上 我们也愿意 你化语的功效 当我们依靠这话语的时候 主啊 求你 让我们的身体也得到帮助 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们 所按照自己的身体 接受你的话语 为自己的身体祷告 天父啊 求你 你亲自把你的能力 彰显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 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天父啊 让我们一起来 彻底的知道 你的话语 真的是 成就的话语 信实的话语 可靠的话语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如今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明的感动 引领 与 接受 教人活的灵的弟兄姊妹们 同在 使得我们永永远远 阿们 阿里路亚 阿们 感谢主